下面我要有一个节目跟各位分享一个秘密 你们猜猜它们会是什么关系呢 接下来有请香港著名儿童少年文学作家孙惠玲女士 她的70多种作品涵盖从幼儿到不同的年龄层 获得很多的奖项 这次她更是用最短的时间接受演出的挑战 专门为本次活动设计了节目 下面有请孙惠玲女士 陈俊熙 陈晓兰小朋友 为大家讲述一个有关中国十二生肖的故事 一个中国古老神话传说 有请 大家好 我是孙惠玲 谢谢 让我给你们介绍两位小朋友 这位是五岁读K2的陈晓兰 这位是五岁读K2的陈晓兰 这位是八岁读小二的陈晓兰 对了 我想问一下在座各位 你们知不知道自己的生肖 知道的 请举手 哇 哇 你们看一下 差不多所有人都举了手 所以证明 这个生肖文化 是多么普遍 普及的 但是 这个生肖文化 普及成什么呢 有两句说话 《生肖文化华夏一家》 所以证明 这个生肖是维系了我们中国人 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 就有生肖的传说 哎 陈俊熙有什么事 婆婆 那十二生肖的故事是怎么开始的呢 哎 好问题 为什么会有十二生肖 为什么无端端 我明明是人 你要整个动物来我身上 有些还是狗呀 猪呀 骂人的时候 猪狗不如 那是不是很糟糕 原来 这个故事是由一个难题开始 什么难题 有难题就一定要有解决方法 什么难题 就话说是很久很久之前 原来那些人出世 是没有你们那些 所谓出世子的 那时间一内 慢慢大家就不记得了自己哪一年出生 甚至乎老起来 八十八 笨顿 连几多岁都不记得 好像我妈那样 你问她 你多年年出生 二三啊 二九啊 但如果你问她 你熟什么呀 熟呀 你说了 多方便 欲黄大帝 她觉得如果人民呢 是不知道自己的生肖 那是很大件事的 令到她有管治上的困难 有管治上的难题 于是她左思右上 终于想到一个办法 几年份就难啦 但是既生肖 既动物就容易哦 于是她就通知土地公公了 那你向呢 动物界宣布 凡是呢 头十二名 渡过天河 进入倾庭 首先报到的就入围 哇 动物界好踊跃啊 啊 什么动物都说想参加 但是呢 要讲速度嘛 那于是呢 大家就逗啦 就在这个时候 龙 有一条龙 就在清水潭那里转了出来 这条龙呢 生得很大 全身呢 闪亮亮的轮甲 有一个大鼻子 一把又粗又长的胡子 她觉得自己好型 不过 又缺陷 缺陷就是光头 头一扭 上面什么都没有 好像有点差点 她一眼看到 那边有只公鸡 那只公鸡 头上有两只角 两只角中间 还有一个又红又大的棺 哎 对了 于是她就和公鸡说了 鸡公公 你可不可以借一对角给我啊 你看我头一扭 我想去竞选啊 怎么知道 鸡公公说 不行啊 这个是我的宝贝 我怎能借给你呢 但是龙公公不放弃啊 他继续说 鸡公公啊 你想想 是不是都要在你的头上很重很累積 鸡公公想想 是又是 重到连我想低头 去望一下那些鸡仔都差点 最累低 那真的有点问题 龙公公说 是咯 有问题 你不如除了它 借给我戴一下 鸡公公想想想 都好 借给你 龙公公借了个对角之后 嘶 一声 就飞走了 神龙不见首不见尾 龙公公走去哪里 留花后华 终于在天庭道 十二种动物到堤 落窄 结果 哪十二种是入得围呢 大家就会心急 在等着 玉皇大帝的宣告 玉皇大帝说 听着 第一名是牛 它又大又勤力 跟着就是 虎头龙 蛇马 羊猴 鸡 鸡 老鼠 老鼠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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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小 破坏力又大 排第十二 老鼠仔 立刻就跳出来 抗议 抗议 我明明是第一个到大 你为什么要把我排第十二 你说了 是跟着次序 在玉帝面前 完全膽怯 玉帝说 牛 是最大的 因为它最劲力 它排第一 我不信 如果 你有事实 让我证明 牛大过我 我就服 你事实上 比牛小 那怎么办 好 我们一起去逛街 去哪里 这个问题 这个争论 就有一次逛街解决 去逛街去哪里 去市宅 我和牛去市宅 大家看看 到底人们的反应是怎样 那牛呢 在市宅上走 竟然 那些人事若无睹 就是牛而已 没有人理他 老鼠仔 这个时候 就跳上牛的背部 做什么 赐沉沉沉沉沉沉的 大声 是的 牛 dni 那些人一看到 那只老鼠 哇 老鼠啊 欸 老鼠仔 型了 即刻站起来 再嘅 大声點 啊 各位老鼠 很大老鼠啊 好害怕 好大的老鼠 回去天庭 老鼠仔说 肉外 你看 有没有人 heute 有很大的牛 個個都說很大的老鼠 你說是不是? 玉帝沒辦法 事實勝於紅扁 於是他就說 好 重新排列十二生辭 哪十二個之序 鼠牛虎兔龍蛇馬 羊猴雞犬齒 對不對 丁教授有沒有錯 沒錯 大家給點掌聲 多謝 好了 選拔十二生肖 事情完了 但是魚波未了 還未了 一波又一波 第二波是什麼? 就是那隻雞 那隻雞的氣不順 給了個郭龍哥公 到現在都不壞 於是他就整天在催龍哥哥玩 龍哥哥說 哎呀雞公公 你不要催我了 你聽聽小朋友 凡間的小朋友怎麼說 你聽聽他們怎麼唱 一朵芙蓉頭上大 叫得千門萬戶開 是不是很開心呢 好開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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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點頭 對嘛 給我吧 拜拜 一個點頭 又解決了誤會 解決了救訓 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 已經塵埃落定 十二生肖 其實分成六組 第一組是 鼠和牛 鼠很機靈 很多計仔 牛很勤奮 很默默奸運 如果你把這個機靈 加勤力奸運 是不是就是成功的秘訣啊 你爸爸媽媽的師長 都是這樣教你呢 第二組 就是虎和兔 虎好勇猛 自以為蛇 那個兔子 很謹慎 很和順 如果你把勇猛加起來 這個謹慎 是不是叫做膽大心勢啊 第三組 就是龍和蛇 龍很肝勁 蛇很油韌 你把肝勁加油韌 叫做江油並濟 第四組 就是馬同羊 陳鎮熙想為大家 朗祖一首詩 證明馬的戰鬥力 侵略性 陳鎮熙 麻煩 陳鎮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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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方面 是在月經 和順 徐雨而 ją 恰悅 峇熙 這個就是佳 十德國人的能方能緣 須北韓 第五種就是雞 喉和雞 喉子很躁動 但是表示了她精力無窮 很活潑 很敏捷 陳妖嵐 你是不是有首詞證明 喉子由頭躁到尾 精力用無窮 請 朝 朝似白的 彩雲 人間 千里光靈 一日還 兩岸而升 啼不住 輕盡 猴耳鍋 萬聳殺 太棒了 謝謝陳妖嵐 這個就是猴子 你那個西遊記 你有一個很特別的角色 你經常記得她的那隻猴子 孫雄 齊天大勝 極為搗亂 到雞又怎樣 雞很肯定 它代表了秩序 就好像 顏爭卿的勤學師 曾經說過 三更燈火五更雞 正是男兒 讀書時 楊局長 在教育上 雞公園很大 又沒獎 如果 你一種敏銳 加肯定 這個就是 有變通 又有秩序 社會怎麼會亂呢 好了 最後一組 第六組 就是犬 同齒 狗 代表忠誠 保衛家園 在戰鬥裡 它能夠保衛國家 而這個豬 它是非常生活寫意 代表富足 如果你有這兩種動物 就是什麼呢 即是說 滿足了我們中國人的願望 中國人最朴素的願望是什麼 國泰文案 加肥屋人 對不對 霍先生 對呀 加肥屋人 這個就是第六組 我們的 心潮 文化 是我們祖先 留給我們的 最好的禮物 最好的遺產 它不但 是代表了 他們對我們 世世代代的憧憬 和 這個 智慧 它都塑造了我們的民族性 剛才我們說的 十二生肖裡面的特點 在裡面 就是 勤奮變通 剛柔並濟 愛緣內方 平和吉祥 還要代代傳承 各位 這個多謝 多謝 這個就是我們的 十二生肖 總結 我們大家一起 大聲 讀一讀好不好 好 一二三 新潮 文化 畫下 一家 禮行 天下 有 你有 有 有 他 多謝各位 非常有趣 非常有意思的傳說 原來十二三小的傳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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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